因為拍戲 所以常常造成了日夜顛倒 作息不正常 還有飲食不正常 所以就形成了擺髮的問題 那為了在鏡頭前面好看 我們就選擇染髮 但是長期染髮真的會造成你頭皮的發炎 所以落髮的情況非常的嚴重 常常在洗完頭之後 在那個排水口 就會發現非常多的落髮 真的很可怕 像是在額頭啊 還有髮際線 真的會越來越高 女人呢 真的只要頭髮白了 頭髮少了 看起來就會非常的苍老跟憔悴 其實我也用過很多的方法 可是都沒有辦法真正的改善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會落髮 會白髮 其實不是只有頭皮出狀況 是因為我們體內的體虛 還有氣血不足 這才是真正的原因 血堆方法很重要 從體內補氣 是我保養的第一步 一天一包默默黑 讓我補元氣 固體力 髮黑好年輕 我推薦 默默黑 再見 雖 gateway subscribe 跟 users 集合 perceAM 都 vazge 的是 垂 在 fool 呢 是